哈囉各位,歡迎回來艾倫哥哥 我是你的艾倫哥哥 今天我要跟我老婆去日本旅遊了 我們飛的是頭等艙 所以我現在是在洛杉磯機場的頭等艙貴賓室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我知道各位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艾倫哥哥明明飛的是日本航空的頭等艙 但是我們進來的貴賓室呢 卻是澳洲航空的呢 原因是因為日本航空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並沒有自己的頭等艙貴賓室 所以你要嘛可以來澳洲航空的頭等艙貴賓室 或者你就要去環宇一家的商務艙貴賓室了 那我們當然是選擇來見識一下澳洲航空的頭等艙貴賓室囉 那澳洲航空的頭等艙貴賓室呢 整體的採光是非常非常的好 裡面是走超明亮路線 你們可以看到我快被閃瞎了 那這個頭等艙貴賓室最大的優點在於什麼呢 在於沒有蜘蛛餐 所有的餐點都是用點的 但重點來囉 全部都是免費 讓你吃到爽啊 但不幸的是呢 我們的飛機時間太早了 所以我們的菜單只有早餐而已 吃完早餐以後呢 看到他們的酒吧 真的是太大太壯觀了 有點屌啊 所以忍不住了 點了一個啤酒來喝喝 雖然說現在的時間是早上10點鐘啊 一開門差點沒閃瞎我的眼睛啊 進來了頭等艙的淋浴間以後啊 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啊 就是白 白的發亮 所有東西都是白色的 那因為是一個澳洲的航空公司 你們也猜得到 洗澡的沐浴用品呢 當然也是澳洲產的 用的品牌呢 是叫做 Aspair 我應該有發對吧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馬上來實測一下 這個Aspair的沐浴用品 廢話不多說 我們去洗澡吧 As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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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洗完了 跟你講搭飛機前洗個澡是最爽的 尤其是在貴賓市洗澡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試一下 好啦 沒時間要趕飛機了 趕快穿衣服 這樣夠快了吧 這次搭乘的是日本航空的波音777的飛機 那頭等艙的配置才1 2 1的配置 總共只有8個位置 這一張票的單程票價就要1萬美金左右 當然我們不是凱子 我們這次呢 一樣是用里程換票 只花了差不多50塊的稅金吧 那因為是頭等艙 所以腿部空間可以說是大誇張 艾倫哥哥號稱180公分的身高 也是完全碰不到底的 然後前面這張桌子呢 是可以拉出來當做你的餐桌的 外加拉出來以後 對面是可以再做一個人的 所以各位老闆們 如果想要在頭等艙裡面談生意的話呢 他們是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繼續進行的 旁邊的儲物空間當然也是非常的足夠 這邊這張桌子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裡面呢是可以放置自己的隨身用品 但是這個遙控器呢 呵呵 我就不知道要幹嘛的啦 然後呢 旁邊的桌子也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了以後呢 會有一個遙控器 可以按服務鈴 或者是可以操作電視機 基本配置介紹完以後呢 我們家的小胖子點了一個柳醇汁 然後我是點了一個香檳 乾杯以後呢 就準備起飛啦 起飛以後呢 馬上我們來看一下 頭等艙的周邊產品的配置 頭等艙用的是 BOST抗照式耳機 非常的高級啊 再來呢就是飛機上給的拖鞋 飛機上的拖鞋呢 給的質感也是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 在拖鞋的鞋帶裡面呢 還附有一個鞋拔 就是專門要給大老闆 脫皮鞋跟穿皮鞋的時候用的 真的是相當的貼心啊 再來重頭戲 馬上進入到 航空迷都最愛的 過夜包開箱 日本航空的過夜包的牌子 叫做ATRO 艾倫哥哥上網搜了一下 這個牌子是一個義大利的牌子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 裡面到底有什麼好東西吧 第一個好東西就是 蒸汽是眼罩喔 注意是眼罩 不是口罩 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太酷了 再來呢裡面有一個 漱口水 然後呢就發現了一個小福袋 小福袋打開以後呢 有一個ATRO專用的擦身體乳液 然後呢有一個ATRO的唇膏 看起來都是蠻高級的啊 那最後一樣並不是護手霜喔 而是ATRO的香水 這個我自己是覺得蠻特別的 畢竟在過夜包裡面呢 是非常少看到香水的 再來看到的是 標準配備 耳塞一個 再來裡面還發現了一個口罩 不得不說 日本人真的是一個衛生習慣良好的國家啊 然後呢陸續的發現了眼罩 梳子 衛生紙 跟牙刷 那過夜包就被我們掏空了 你們不要以為這樣就結束囉 過夜包的旁邊還搭配了一個精美小禮盒 就是資深堂男肉的護膚用品啊 整體的包裝啊是非常的高級的 打開盒子以後呢 首先看到的是 男士專用洗臉的清潔慕絲 再來是男士專用的保濕乳液 然後最後看到的是 臉部專用的化妝水 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話呢 你將會拿到一個肌膚之藥的面膜 哇這個肌膚之藥的面膜不是開玩笑的啊 一張就要六百塊台幣呢 過夜包都介紹完了 那我們馬上就要準備吃飯啦 吃飯之前先來介紹一下 日本航空投等艘的酒單啊 酒單裡面的類別啊真的是太多了 讓人為之一量比較特別的 當然就是日本當地的清酒啦 因為是日本航空 光是清酒啊就有四五種呢 最後終於來到了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投等艘的晚餐啊 網路上大家都一致好評的說 日本航空投等艘的晚餐啊 是沒有任何航空公司可以超越的啊 那艾倫哥哥最後也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訣 就是因為是投等艘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日式晚餐跟西式晚餐呢 兩種都吃的話呢你是可以的 你只要跟空姐講一聲就好了 我旁邊的歐洲大叔呢 他就兩邊的餐點都各來了一份 他的晚餐時間呢差不多自己就吃了三個小時啊 然後酒差不多喝了八杯啊 我沒有再誇張啊 他就是要拼了命把它吃回本 那我們自己呢是點了一個日式的晚餐 然後額外加點了西式前菜的魚子醬啊 畢竟市場上的魚子醬啊 隨便一盒都需要兩三千台幣啊 一口咬下去 魚子醬在嘴裡爆開的瞬間啊 哇甜甜又鹹鹹的 這個滋味真爽啊 之後呢來到了日式的五色開胃菜 這個絕對是我在飛機上看過最豪華的擺盤了 那西式的錢菜都有魚子醬了 我們日式的錢菜當然少不了這些狠貨 就是蟹肉跟海膽啊 隔壁這位小姐請問一下你到底是多久沒吃飯了啊 錢菜吃完以後呢 我們的下一道菜就是金木雕松茸湯啊 滿滿高級感 喝下去一口彷彿自生於大海 在主菜上來之前呢 還有一個前菜 前菜裡面呢 我竟然看到了松露啊 沒有錯這個是松露蒸蛋啊 然後配上新鮮的生魚片 哇塞 不得了啊 這個時候呢我們家的小胖子啊 其實已經吃不太下了 所以最後交給我來幫他掃盤 最後今天日式餐點的主菜呢 就是鮮蝦閃壽司 搭配日本的和牛啊 這個日本的和牛呢 我先說一下 並不是A5等級的 但是整體來說呢 還是非常的鮮嫩啊 嗯 家裡的小胖子好像又吃起來了 一瞬間又把它清盤了 再來就是今天最後的甜點啦 甜點上面 竟然有金箔啊 哇 日航的頭等艙真的是太奢華了 為什麼我感覺你好像快被粉條給噎死了 吃飽飯以後呢 我們的美麗空姐 就來幫我們鋪床囉 各位可以看到 頭等艙的床啊 是有床墊的 特別幫你安置了一個床墊在下面 這樣讓你可以睡得更舒服 床墊鋪完以後呢 空姐拿出了一床被子給我啊 哇塞 這個被子的質感可是非常的高級啊 我完全都不覺得我自己在飛機上了 睡覺前呢 看到老婆在敷肌膚之藥 我自己很厚臉皮的 跟空姐拿了一盒來敷 畢竟一盒要20塊美金 這邊不用錢 趕快多拿幾盒來測試一下囉 打開包裝以後呢 發現裡面附了一個清潔的化妝水 然後外加一個乳液 所以是要先清潔 然後再把乳液塗上 最後再敷面膜 第一次發現這麼複雜的面膜 終於睡飽了 睡醒以後呢 決定來測試一下他們的電視 他們的電視呢 搭載的是23吋液晶體螢幕 整體來說當然比商務艙屌啦 那看電影的同時呢 艾倫哥哥翻了一下菜單 看看有什麼宵夜可以吃 結果我發現 既然有海膽 明太子配溫阿魚 然後還有新鮮的魷魚 Sashimi 外加我還點了一盤水果盤 在我怒吃一波 看完電影以後呢 空姐竟然跟我說 要吃早餐了 早餐呢 老婆點的是西式的班尼迪克蛋 配上一個芒果奶酪吧 我估計 那我自己點的是日式的早餐 非常的清淡 那我們作文的原則就是 絕不浪費食物 於是又怒吃了一波 吃完以後呢 空姐走過來給了我們這張Fastlane的票 就是只有頭等艙才可以享有快速通關的票喔 那艾倫哥哥我這次對日航的頭等艙之旅 滿意度是100分 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希望還可以再搭乘一次啊 好啦 那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留言跟訂閱喔 記得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就過幾天又再見了 掰掰